這個題目請打十顆星 一拜託 請打十顆星 打十顆星的原因是因為這個題目 我們是希望能不能真的把ABC 真的把它解出來 是真的把ABC解出來 可是如果真的把ABC解出來 可能你要算很久 要算很久 比如說像這個題目的話 你可能原本應該怎麼辦你知道嗎 通通乘上通分母 欸我講錯了 把那個99跟9810把它消掉 所以這個式子跟這個 通通乘上99才98 但這樣寫的話太複雜了 對不對 因為題目只是問什麼 它只是比大小而已 對不對 好那我們看一下 怎麼算咧 我們看一下一個方法 請問你 A加上99分之A 是不是等於C 對吧 那你先回答我 這個是正的還是負的 這個 正的 那我就問你一個 我從這個事情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你告訴我A跟C誰大 C C 為什麼C大 因為C要 欸對不起 A要加上一個數字才等於C嘛 所以如果我把這個東西拿掉之後的話 C一定比A大 這樣會嗎 懂不懂 不懂 不懂 譬如說我舉個例子好 C是10 然後這裡是9 9你 9加上來會等於10 1 1 我如果只問你說10跟9誰大 10 10啊 10大 所以說9 這樣聽懂嗎 因為我知道A要加上一個正的數字 就才會等於C嘛 所以我如果把這個數字拿掉的話 C是不是就比A大了 這樣會啦 好 一詞再推 B減掉98分之B會等於C 這個呢一樣是正的吧 可是如果我把那個數字 B減掉某個數字等於C的話 如果把這個數字拿掉 你告訴我B跟C誰比較大 B比較大對不對 因為如果B是正的 B是正的嘛 C也是正的嘛 但是我舉個例子好 比如說10-1 是不是等於9 那我要減掉某個正的數字 才會等於另外一個數字的話 代表前面的數字已經比較大 因為我要減才變成他 才等於他嘛 雖然前面的數字呢 應該更大才對 這樣聽懂嗎 雖然B大於C 那大家就出來啦 你看嘛 B大於C C又大於A 那大家就得正了 雖然是B大於C大於A 那就答案 這樣會嗎 好 舉掌比就比出來了 是B大於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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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